请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与你总的 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与你总的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请跟我合掌 请跟我念 念的时候 你要观想 这个合掌就是 深夜清静 念的时候呢 叫雨夜清静 那观想很重要 叫溢夜清静 就是你的内心 因为为了要观想 一定会很认真 那个时候内心就很清静 所以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 当你的内心有烦恼 贪嗔痴 你赶快意念观世音菩萨 那贪嗔痴就不见了 所以各位 一定要 念习 观想极乐世界 观想药师佛净土 观想观音菩萨 特别是一尊 念一下 千手千眼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那各位你一定要念习观想 你会觉得好麻烦啊 他手那么多 事实上他就叫你练习 还有四十根手 四十个手印 还有十一个头 拿了不一样的法器 然后呢一千只手 哪一天你能够观想到圆满 你这个人的心灵禅定 到了不可思议的阶段 那事实上观世音菩萨 就是你的慈悲心的形象 这样而已 也就是你的佛性 佛性就是千手千眼 那我们不知道佛性是什么 所以观音菩萨就视线佛性的形象 所以这样 来观想 来跟我念啊 那么常做十方佛 那要看到空中有各种的佛放光啊 那么常做十方法 看到各种的经典 巴历文的 中文的 藏文的 汉文的 各种的经典 那么常做十方身 看到观音菩萨 各大菩萨 祖师大德 有没有看到噶玛巴 因为如果你有信心 看到你的师父 都在我们现场 那么本是释迦摩尼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悦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一心齐情 护法善神 家宅五神 护持法会 我为父母祖先 你要看到你的活着的父母 或是往生的父母 历来祖先 看到的牌位 七世父母 累劫冤亲在主 受苦众生 来祠法会 来祠法会 上共三宝 下师有情 同诚佛道 好 请放掌 各位刚刚在念的时候啊 就是最庄严的时候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我们的身 口 意 包括世界 就改变了 所以各位永远记住这个 黑暗不需要去消除它 只要有光明 黑暗就不见了 这就是佛法 你一直去解决黑暗的问题 那你还不如把灯打开了 就好了 所以你内心有烦恼 痛苦的时候 赶快念佛 念法 念身 这就是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 所有的 八宫得水 七宝流离 天空的这些 阿弥陀佛视线的鸟 乃至声音所讲的 五根五粒 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那目的呢 极乐世界 就保持这个心态 再念一次 念佛 念法 念身之心 这个叫极乐世界 所以佛教所谓的快乐 那是什么叫快乐 没有烦恼就在快乐 并不是说 我买了一个房子 那是一个压力 因为以为 永有是快乐 念下来 放下才是快乐 对 放下 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不执着了 所谓执着就是太爱 要执着 或是不喜欢 这个都是烦恼 爱跟恨 所以各位要随时 让自己活在极乐世界的心态 那如果一个人是在极乐世界的心态 那每个人看到他 哇 各位看看前面 不是我 后面的 庄不庄严 庄严 因为他在佛的状态 所以特别这尊佛是弥勒菩萨亲手造的 在印度的普利盖亚正觉塔里面 这个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当然佛的向好庄严 是从他的内心 包括他累积的行为 所产生的一个向好庄严 令我们大家看了欢喜 那看到佛为什么呢 你讲 找到自己 不要再迷失了 我们都以为有了房子车子儿子 那就OK了 那个是迷失自己 把快乐建立在别人身上 把快乐建立在外在的世界的占有 那你就痛苦了 快乐是不执着什么 却关心一切 所以执着是痛苦 但是关心一切 没有分别 那是慈悲 所以快乐讲的就是智慧与慈悲 就是刚刚我们来念 拿摩本师 拿摩就是讲我们的所有的身口意 去学习 医治叫拿摩本师 他叫根本的上师 释迦摩尼 释迦就是慈悲的意思 释迦就是给予 给予最好的叫释迦 所以我想各位 你对你的妈妈会给予最好的 对不对 最好的 然后我们要学习 给任何一个人都是最好的 以后拿给你工人薪水 本来是 假设是五千块 你就给他一万 他就会眼睛 因为我给你最好的 就像各位把这个花最好的放在佛前 就是释迦的意思 给予最好的 让他快乐 让他永远没有痛苦 对人 对猫 以后你家里一出来 哇 有蚂蚁啊 太好了 最好的给你 你要对所有给他最好的 那是因为你的妈妈 爸爸 你会给他最好的 所以用这个方法 给予所有人都最好的 要释迦 摩尼呢 摩尼就是莲花的意思 什么叫莲花 莲花就是清净 没有污染 虽然我给予最好的 但是我没有占有它 不会执着它 事实上就是智慧的意思 所以 列一下 有智慧则没烦恼 有慈悲则没敌人 也可以讲说没有爱人也叫慈悲 这爱恨交织 不平等 所以我想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就是希望用我们的生命 来学习圆满平等的慈悲 了解一切 没有分别 却知道一切的智慧 这个很重要 慧是没有分别 什么都是空的 慧呢 这是花 这是链珠 这是什么东西 要怎么用叫慧 那叫智 智是了解一切 慧是不分别一切 你不能说万法皆空 所以我什么都不懂 那不行 万法我都没有分别 你打我 骂我 耻笑我 批评我 赞叹我 那我内心都平静 但是你骂我的时候 那我就要了解 你为什么骂我 我做错在哪里 我赶快把它圆满 但是内心里面没有分别 但是只希望你不要痛苦 所以那各位要保持这种智慧的状态 但是对所有的宇宙大地 所有的众生 要怎么样 来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 所以人家问你说 你为什么要来加拿大 普度众生 不是因为我儿子在那边 我老公在那边 那是世间法 没错了 但是你了解佛法了 不一样了 我要去加拿大度众生 所以不管你去哪里 动机呢 例下 利益众生 那你要调整这个 你要调整这个 就是说以后别人对不起你 那你不要为这个生气 因为这个对不起这个事情也是虚幻的 假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对不起 我如何利用你做错 来帮助你 一个人喜欢喝酒 这不是他错跟对 这是他的可怜 他被酒污染上了 执着了 就像你的小朋友 很喜欢玩个手机 妈妈要去参加法会 OK 你去吧 我现在要宝可梦 抱着 天天在抱这个 他要抓那个 哎呀 你不会打他 你觉得 哎呀 我小孩子可怜啊 他不懂佛法的快乐啊 他抓住某个东西 他变成欲望的奴隶 对不对 手机电脑的奴隶 走路也在看 吃饭也在看 上厕所也要带进去 因为他觉得 那个是他的快乐 这就是现今社会的可怜 所以 但是没办法 因为呢 吸引力很强 所以什么叫末法 末法就是 真实的最好的 已经没吸引力了 现在的吸引力就是那些 刺激他内心的 刺激他感官的 他觉得那个很好 所以 释迦摩尼佛不得不显现 这么庄严 极乐世界等等 释迦摩尼佛要用最好的 给我们看 所以我想 这个世间最大的力量是 心灵网路 你的内心可以改变世界 你的内心可以让 让这些痛苦都变成美好 所以各位要玩这个了 你要懂得按哪一个钮 让这个世界都改变 当然每个人都很喜欢按那个玩的 我打了几支 对不对 我抓了几个 那佛教也是告诉我们 把痛苦变成快乐 把黑暗变成光明 你每天可忙了 这个叫一心念佛大慈大悲 如果你抓到这个重点 那我想 就有一次我炼珠忘了带 然后 师傅你炼珠没带 炼珠在这边 借这个是帮这个的 那你要转变你的念头 那你要转变你的念头 108颗 把烦恼转成菩提 就是这个意思 转 不要被世界转 那是我们要去帮助世界 不要被境界改变了 那是我们要去净化这个境界 所以我想 你在家里一定要贴一张 你喜欢的佛像 你喜欢地藏菩萨 你喜欢观音菩萨 你喜欢噶玛巴 你喜欢莲花生大士 都可以了 然后贴一张 因为那个是你本来的面目 不但你要变成地藏王菩萨 当愿众生 皆成就地藏菩萨功德 所以我们在往生牌位会摆个地藏菩萨 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祖先 都向地藏王菩萨的发起这个悲愿 因为地藏王菩萨是他的妈妈下地狱啊 受苦啊 所以他才发起悲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如果我们的祖先 都发起了地藏王菩萨的悲愿 他们就各个往生净土了 事实上今天是为了七月份 那七月份我们中国人叫孝顺月 报恩月 普渡月 由孝顺自己的父母 而报恩自己的父母 因为了解六道轮回众生 都做过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要帮助所有的众生父母 离苦得乐 所以七月份 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来按照余兰盆经 余兰盆法会 念下来 为父母众生 供养一切佛 供养一切法 供养一切生血 就为他们供佛摘生 那进一步呢 为父母祖先 下施六道友情 那就是放咽口 水路 蒙山 施食 也就是说 你要帮助 在农历七月份 要帮助父母众生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供养三宝 普渡众生 所以 昨天在台湾 应该讲今天吧 在台中 六千多个出家人 供佛摘生法会 下午放逢山 那我从这边回到台湾 又一场在台北 可能会超过七千个出家人 两三万个在家菩萨 一样 供佛摘生 下午一点到三点 要施法会 三点到七点 大蒙山施食法会 我这样讲 各位要这样 念一下 随喜功德 那你就得到了 现在有电脑连线 所以你现在利用电脑 哪里在办法会 内心就想随喜随喜 那你就跟这个法会功德融在一起 虽然你没办法去参加 特别明天开始 念一下 来 尊贵大宝法王 讲授心经 连续四天 各位要电脑网路打开就看得见 大宝法王可能会用中文讲 剥热心经吧 连续四天 那各位现在网路很方便 我们都有去拍电视 拍了就透过网路就播出去 然后大家就可以心经打开 在那边看 在那边听 所以我想那现在 我们一样可以用电脑网路 跟世界连线 所以佛法并不是电脑错 是我们的动机的问题 你可以用电脑做好事 你也可以用电脑做坏事 就像这个麦克风 可以拿来骂人 也可以拿来念佛 所以就像从刚刚讲到现在 我们的身口意 最好每天像今天这样 虔诚供养三宝 刚刚我们唱炉香炸热 那个炉香炸热 并不是你在这边才唱 你在家里就要唱 你点一只香就要开始炉香炸热 法界蒙心这样 然后就插在佛前 插完以后拜三拜 离敬诸佛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忏悔业障 随喜释迦牟尼佛 家里的佛像 随喜功德 再来呢 情转法论 就开始看佛经 思维佛法 所以每天你都要上供下识 那我们今天还更殊胜 我们请来了我们当地的上师 大家鼓掌 特别请他来 因为我们以前两个一起 避不动佛的 避关的 所以避关不动佛干嘛 超度的 所以今天大家写了这么多排位 要请我们上师慈悲啊 做超度 当然大家就尽量写排位 特别中午 你不但写你自己 要写你儿子的 写你先生的 写你太太的 他们也有缘亲在主 他们也有妻子父母 要写的有四个对象 在七月份 等一下 妻子父母 历代祖先 冤亲在主 至少这三个 这三个 如果他身上哪里有生病 你还要想 造成某部位生病的业力 冤亲在主要回想给他 特别我们的妈妈 还要多写一个 流产胎儿 没办法 还有一个可能你要写 所吃 所杀 所主 动物亡魂 因为你还在吃肉 没办法 至少超度它 所以 但是至少你把它进化了 那至少 那这些 如果你不会写 底下也可以打勾 然后如果你会写 那更好 那写完以后 就特别中午把它放着 然后我们今天 然后我们今天 要按照佛陀所制定的 这些七月份 鱼兰盆法会 为上供三宝 为谁供养 等一下 为父母祖先 为六道众生 这就是佛教的重点 所以以对待你父母最亲爱感恩的人的方法 那么去对待所有所有的生命 包括一只蚂蚁 包括你恨的人 这辈子谁伤害你对不起你 为什么 欠人在 你不能再恨 你恨越欠越多 你要帮他修功德 佛教的方法 因为恨不能消除恨 唯有没有怨恨的爱 才可以消除恨 听到吗 听到吗 你要记下来 你不是哦哦哦 然后碰到恨就继续恨 因为你要把它记下来 这是我的特点 我这个人的特点 说一次不用第二次 我永远都记得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特点 你曾经走错一步路 别人跟你讲了 你讲一次你永远不会再第二次做 那这样以后你就不会犯错 各位要 这个也是一种波罗蜜 叫什么来 决意波罗蜜 也叫决心波罗蜜 各位要让自己有这个习惯 不能再错第二次 所以有一句话 被同一个石头绊倒两次 是什么蛋 笨蛋 你已经错一次了 又错了 因为你从来不记得这个 然后你就 我又忘了 我又做了 那你就没办法修行了 所以那你一定要记住 我曾经这样 而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别人 我绝对不再犯 这个也是一种精进波罗蜜 专心 不然的话 你又一次再一次 会造成什么 惹人厌 像各位你在家里 夫妻 家里人一起相处 用同一个桌子 厕所 结果某人 即使犯同样的错误 你就会很烦恼 然后再来就 就吵架 讲这么多次的都不听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 你们做错什么 我都会跟你们讲 但是我师父讲的是 用点的 然后你要自己很注意 那这样你就 你就可以不断的进步 因为我们要学佛 有太多东西要了解了 不能在原地踏步 是一个习性不好 所以各位要 我们每时候 提醒诸佛菩萨 要告诉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你加持我 令我这样子 能够断一切额 对不对 把不好的思想 原习惯消除掉 令我得修一切善 把应该做的好的 都能够去圆满 令我得 度一切众生 那是大乘佛教这三条戒律 再别一次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是度一切众生 这是最重要 各位每天要背 这是最大的功德 断恶修缮度众生 大乘的圆满的戒律 那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 在这方面很精进 所以你就会让别人觉得 你每天都在进步 虽然我们的生命最后会死亡 但是我们的生命 就不断地在断恶修缮度众生 但是有些人没办法进步 那是因为自己有盲点 什么盲点 用自己的想法在做事 那就没办法了 你跟他讲他还是 我怎么得不到 然后他就一直用 他自己的想法在做事 那你就没办法 所以各位 连走路都要注意 别人告诉你 你走路怎么这样 那你就永远记起来要改变了 如果你这个都改变不了 那你怎么改变别人 所以我想各位移民到国外 就有追求圆满的想法 对不对 这个圆满是你的 深口意的圆满 所以你家里要有佛像 这个佛像是你自己本来的面目 所以佛教真正的皈依 叫自皈依 我们透过外在的佛乃是净土 自己在追求这个 我也要成佛 我也要让众生成佛 我也要让世界成为净土 所以各位住在温哥华 大概是认为这边什么都好 但是你要这样观想 来 愿以温哥华的好 交换非洲的部落 你要把温哥华想到去非洲了 宁可我住非洲 我把我家给你住 这个叫自他交换 这个心态不是说你真的可以搬得过去 但是至少你要有这个心态 你现在很健康 走来走去很健康 然后你要想着 愿所有老人生病的苦在我身上 愿我的健康快乐给他 你现在有一点钱 那你要这样想 愿所有众生的贫穷给我 我来领受贫穷的苦 愿我的富贵快乐给他 因为这个你要适度一切众生 既然我们讲适度一切众生 那你就要去接触众生 所以要不断的想办法接触他 不能够离开他 因为离开对方就是自私了 莫不关心 这是最大的痛苦 因为学佛你要关心别人 很维系 就像做过妈妈的 对不对 儿子要吃什么 要穿什么 几点呢 你因为你很爱这个儿子 所以你很仔细 还没有生下来 衣服都给他买好了 还没有冬天 冬天衣服买好了 为什么 你对他非常的关心 既然我们讲适度一切众生 那你要对这个周遭的环境 非常的敏感 敏感到他需要什么你都知道 就像我以前坐游览车 后面只要有人要上厕所 我就有警报 嗶嗶 我知道 看面就知道要去扁所 意思说看他的脸就知道他要去厕所 你有那个感觉啊 你说背后面怎么会有眼睛呢 你有那个感觉 然后你就要举手 哎 导游我要上厕所 这样 后面的人就会鼓掌 哎呦 谢谢你啊 因为他憋好久 不好意思说了 那你要替他说 事实上你根本不想上厕所了 但是你要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我能够服务什么 所以各位 喝水也好 吃饭也好 做事也好 今天你所设计出来的东西 为什么别人喜欢 因为我替你设计的 所以我们做会计的 这两天我们会计师跟我开车 什么叫会计 你要替对方设计好 什么是对他最减税最多的 要主动跟他说 替对方服务 然后替他做这个税务 发觉这家公司没什么赚钱 那就收少一点 对不对 那你要替对方想 那你的工作就是一种修行 那这个首先你要了解一切 刚刚讲的字 自己就要了解一切 对方在想什么 做什么 他需要什么 我能做什么 那各位这个要培养 所以我想佛法要讲的是一个动机 动机 如果你有这个好的动机 我们叫利益别人的动机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成功 老板喜欢你 员工喜欢你 客户喜欢你 国家社会喜欢你 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人 而且这种喜欢不用选举 选举 选举还要被骂 所以我老爸经常跟我讲 我叫你去选举选总统 我爸爸的野心叫我选总统 我跟我爸爸说 你没当上叫我当 但是我跟我爸爸 我选佛陀 这个更厉害 你选总统一试就可以选上 我们选佛陀要三大阿僧奇捷 无量无边 不然还做不到佛陀 做了佛陀以后 要服务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国家 是六道众生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爸爸听我这样讲 就发菩提心了 就往生净土了 因为我爸爸往生的时候 他想要升天 他想要升天升天 然后又放不下我 因为他是在我们生命电视台那边 往生的 放不下我 也放不下妈妈 这是老爸负责任 所以虽然我不在台湾的生命电视台 我爸爸在那边照顾的 变成护法神 这就是老爸 那时候还会托梦 告诉我去照顾我妈妈 所以这个就是爸爸 很正常 那时候我跟我父亲说 我超度的 我跟各位讲这个你要学 因为你在超度你的父母的时候 你把他排位想不想 你要跟他说法 所以我把这个思想跟我父亲 要照顾呢 我们生命电视台是来照顾所有生命 那你要照顾所有生命呢 你要成为一个圆满照顾生命有能力的 这个叫佛陀 那你为了要能够快一点成佛 那你一定要往生净土 那往生净土呢 有九品你要到最高品 因为老爸是追求第一名的人 那如何到最高品呢 那你要发起一个 所有众生都是我父母都是我儿子 不好意思 发起这个叫菩提心 然后呢 那你发起这个菩提心 功德我来做 这样 因为他往生了就不能做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大家要做很多功德嘛 受节好上供诸佛下世 就是要回向我们的父母祖先 愿他们能够发愿皈依三宝 发菩提心 对不对 往生净土 上品上身 但是要往生之前一定要放下执着 他对我很执着 他对我妈妈放不下 那是正常的 我爸爸是那种爱在心里口难开只会骂的人 正常的男人 事实上我知道他对我妈妈很关心 反而我妈妈说不太关心他 被他骂一辈子了都不想关心他 所以 但是 但是男人说我骂你就是爱你 这好像有道理 但是不是真理 因为爱的生就要求多嘛 因为我非常佩服我爸爸 我爸爸又帅又有钱 但是不搞外遇 好在我有这个传统 不搞外遇 但是他又觉得我妈妈不能配合他 每天洗洗淹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 但是人毕竟有感情 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你放心了 我把妈妈当皇太后的供养 我用了各种的方法 让我妈妈24小时都在快乐的状态 连睡觉都有人陪他 不用你陪了 我找了一个我妈妈蛮喜欢的印尼人 我挑了好几个 哪一个你喜欢 可以睡他旁边 照顾他 所以 用尽各种方法 我会跟我爸爸讲 所以你可以放心 所以我自己很努力 然后就叫他不要执着 跟他讲道理 讲道理有时候不够 我就要念心经 因为心经讲的是空性 心经 金刚经 我们为什么要念经 因为我们不是佛 但是你念经就佛在讲话 心经 金刚经 希望对方修慈悲心 要念普门品 对不对 希望学地藏王菩萨 送地藏经 所以我想各位要多多的念经 但是你念经 你一定要观想 有人在听 就是你最关心的人在听 比如说各位你现在在加拿大 你儿子在美国 现在在读书 但是你希望他能够了解你的想法 道理 那你就要观想他在面前 然后你再念经典 希望他知道 我们的心灵的力量 超过电脑网路的速度 而且骗一切处 没有那个没讯号的时间 这叫一念三千戒 你只要一个念头 他就得到了 各位相不相信 我在这边讲我爸爸 他知道吗 他知道 我在这边骂我爸爸 他知道吗 也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念头 事实上你被一个人欺负 你不敢当场骂他 你回来去念 他都还知道 因为念头啊 人的念头会影响一些 这是佛法的重要 佛教就是用念头改变世界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这边 保持一个清净的念头 慈悲的念头 请问世界会改变吗 会改变 所以这个人生病了 那我们今天大家的念头 希望他好 回向给他 不是你一个人 大家的念头 大家的功德回向给他 他就会改变 但是讲到这边有一点 我必须要特别强调 千万不要抱怨或恨不喜欢哪一个人 这个非常伤害你 非常伤害你 因为这种不喜欢的念头啊 就像一只箭插在你心里一样 然后你永远想不爽 想到他不高兴 所以那这个非常伤害你 这个点将来就会成为病 那你让你的 你越恨你的这个空间越大 会让魔鬼住进来 哇太好了 然后这个称慧的魔鬼就会占据你的心啊 然后这个你不喜欢的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永远跟你在一起 这个叫怨真会苦 因为你的怨生气 然后就会让你天天跟他在一起 所以各位想极乐世界 不要想不高兴的事情 所以你想不高兴的事情 他就会发作 所以我们要保持清静 所以佛教讲万法都是虚幻的 他只是一个假象暂时的存在而已 快乐也好痛苦也好 他都是一下子就不见了 对不对啊 就像各位我很喜欢看云 天上的云光变来变去 所以昨天我们去给我们上师的中心请吃饭 回来刚好有晚霞 哇好美啊 但是没有晚霞那边好黑啊 你看差很多 没有佛法那边黑的要命 有佛法这边漂亮的要命 那个人生没有佛法它真的是黑云 黑云密布很可怕 但是有一点佛法变彩霞 好美喔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内心保持那种佛法的状态 所以各位现在看前面 我每次坐在前面我就不太 我不太喜欢这样做 又没办法 每次都在安排 你们看佛像我看你们差很多 这个是佛多好看 但是没办法 做菩萨要看众生 看众生我就会起心动力 哇哇 但是各位你要家里一定要摆一个庄严的佛像 你在家里摆佛像越庄严 以后你生生世世的住家越庄严 你成佛以后净土更庄严 那万一将来各位来世有机会出家 你的寺庙会特别庄严 那因为你一直一直在庄严三宝 然后你你这个庄严让更多人看到 那你的你将来的净土就人越多 众生越多 那因为大家喜欢嘛 这个圆很重要 所以讲到这边 我们要先鼓掌 感谢我们 我们 我前天就来看了 他们就在忙 那我们几位菩萨 我们行坛菩萨 因为人是凡夫 凡夫就要送礼物 要赞叹 所以这一点我以前不太会 我是最近才学会的 你要佛都要供养 何况人 你要是很虔诚供养佛 佛很欢喜 佛不是希望你供养他 佛想说 哇你对我有信心 那你就可以离苦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大家很愿意供养佛 亲近佛 佛最欢喜 所以供养目的是令佛欢喜 也代表我们对佛的信心 我们相信佛 也代表我们对自己的不相信 就是要消除傲慢 不以自己的想法做事情 所以各位你听我这样讲 你要养着一个习惯 为什么要供养佛像 为什么要供养花 为什么要消灾 为什么要超度 他的动机是为了什么 你要不断的去抽丝剥茧 这个叫行生般若波罗蜜多时 要想得很底很深 这样的习惯会让你 看分析观察一切很清楚 所以今天一个事情发生了 你会分析的很好 今天你要筹划一件事情 你会计划的很好 各位要养成这个冷静 冷静 我们叫什么 你可以讲